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8万多左右就能买到一台合资A级车 比如马路三大妈 销量榜上前几名都是他们的身影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来看看这台 新鲜出炉 没有最卷 只有更卷 7万多就能买这样一台 接近4米9的B级驾用车 直接在上一个级别 我们用一样甚至更低的价格 为什么不买B级车呢 对不对 那具体什么车型 我们最后再说 我们先看看配置 它到底值不值 香不香 层栏心中网 分体式LED大灯 再给你配一个19寸的大轮毂 先给我们拉起来 来到尾部一个6倍造型 买车首先就是要好看 车长接近4米9 轴距2米8 妥妥的大批级车 我们进来看 全景天窗 曲面双连屏 一键启动 还给你配个电子挡扮 你敢信吗 电动皮质座椅 带加热 360度全景影像 加180度透明底盘 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 很多车都有 对吧 但是咱们得看看 那些车多少钱 就目前市面上 10万块钱左右的车 机械钥匙 不座椅 没有倒车影像 小天窗 甚至没有天窗的 还少吗 多的是 这车多少钱 7万多 就这些还不止 它既然是一台国产车 智能座舱必须安排上 L2加级智能辅助驾驶 还支持华为嗨卡 和OTA在线升级 手机远程控制 再加上科大驯飞 智能云识别 你好 优秘 打开主驾车窗 这些它都有一样都不会少 然后我们来看看 它开起来怎么样 动力方面呢 有1.5T和2.0T可以选 1.5T就主打家用水游 想要动力就直接上2.0T 我们买这款车呢 就不用太纠结 混动心理员是否油耗更低 因为它在价格上 给我们省下来的钱 够我们开好几年的了 而且呢 这款车是经历过 市场考验和技术沉淀的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款车型 底盘调教 舒适耐造 OK 我们说了这么多 到底是什么车呢 奔腾B70 这款车大家想必不陌生嘛 那奔腾给我们 它安全耐壮 它经常拿自己的车 做各种极限的真实碰撞测试 他们对把车造成公路坦克 好像是有种执念啊 这款奔腾B70 高强度钢占比76% 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车 占比到50% 它都费劲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家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